刚刚进来的就是 老鼠 蟑螂 蜘蛛跟人 是共享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心里其实是很心疼的 铁皮屋里除了几扇窗户 里面几乎没有隔间 杂物 回收资源 家具全都混杂措置 此际志工动员30多人协助整理 老人家现在目前就是在机构 因为就是身体也不是很好 那两个儿子一个自闭症 然后一个就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我们就是一些我们志工林长 就是来工农跟他协助整理一下环境 屋主是78岁的屋老太太 虽然育有无子但两个已经往生 一个中风另外两个也不具生活自理能力 因此里长为请辞济协助 我们的关怀户物他本身有做资源回收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负责把他的东西杂物 清洁到外面来分类 把垃圾跟回收的东西分类 但是我们没有帮他载手 由他自行里长这边的清洁队把垃圾载手 我们社区的志工们也一起来参与 我是觉得说实际就是让这一份爱能够骗顾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 我觉得很感动 其实他按家就已经具备低收了 低收的话后续就是有居服员会协助他 怎么去把居家环境打扫好这样子 志工整理好环境后 也教导最小的儿子如何维持 期盼这个干净的家 让老母亲返家后能好好修养身体 大家新闻 真善美志工张美志 吕阿波 吕桂树 桃圆报道